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2日 是苦悶又沉悶的一日 是等待等待又等待 等待恒生主数或者大市 你一是上你一是下 大家现在都相信 我相信我都要等明天 完成了这一个礼拜 看到大市究竟是生还是死 那当然我说死的话 又不是死了全 调整一下 在这点里面 这个调整是说到很多东西 钱为什么不来呢 我们又说这么便宜 那究竟应该买新经济好 还是旧经济好呢 我只是说一件事 新经济到现在的阶段 全世界都会要被调整 原因 你升得过多了 新经济里面 我又分开了几番 有一番是手机饭 手机那样东西 很多人只看5G 这个是7纳米 几纳米 几纳米 也都会看第二番 互联网方面 利用了一些大数据 现在做的 买东西 订外卖 等等等等 不过不要忘记得 在中国最大的 是新经济的应用 是在製造业 而製造业里面之中 第一个最明显已出得到的 是汽车 其二是家电 第三样东西 当然就是在其他製造业上的普及化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有一家东西叫做 海耳电器 它是私有化了 那为什么它私有化呢 海耳电器 它以前曾经有一个很辉煌的 被人记得的历史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做些冰箱出来 因为由于不合格 因此它搞开一个 打烂不合格冰箱的大会 以示给员工知道 做了你的垃圾 就归垃圾 从此可以慢慢做好 现在可以 它现在退出来 不上市了 它是不是走去就是不做呢 是不是做得不好呢 不是 它只不过就是 就是归山苦练 苦练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 是新科技 陷入去它们的产品那里 如果中国还是製造一些 就是普通的电冰箱出来的话 就是冰箱出来的话 建立来时的是印度 越南 以至去到埃塞俄比亚 都可能会懂得做 这样 中国就要和它们斗平斗烂战 大家看看一件事 如果你有玩电器的话 或者其他那些以前的 Walkman的话 你会不会有一个情况知道 如果那个Walkman 是日本製造的呢 是卖贵一些的呢 有些可能是在国内做的 有些可能是在马来西亚做的 它是便宜一点的 就算是汽车也好 有部分的车 在日本车 有部分在日本製造 在其他东南亚国家製造 东南亚债製造的车 是有些人的说法 真是屎斗一点的 容易坏的 这个 中国其实是做的 就是这个 要做一个在製造业的尖端上面 这个製造业的尖端呢 第一件事 日本製已经不做了 因为不够坏 美国人更加做都没做 甚至低B的都没做 现在在抢的 一定是低B市场 中国一定要在这裏 杀出条路 它不需要多的 窮人你继续用低B的东西 好些东西 你就用一些好些东西 大家去看看 这个是普通的卖雪柜的地方 你不见到有些是 双门雪柜 三门雪柜 里面有些什么什么 有些就这样一道门 坑上去 只是装牛肉 当然有些冰冻牛肉 就是那些简单的冬柜 不同的东西 是有不同的用法 价钱当然都不同了 所以在这点里面 中国其实目前起毛利的製造业 所谓的新科技 是已经用在那些 旧的製造业那里 而这个呢 很惨 我们很多的东西 是没有得卖的 那只股票 因为这些这样陷入的东西 是要由一间厂自己做下去 由一间厂做下去的话 它的产品日后 就可能会买得好 例如 好像隔力电器那样 你说它是新科技 还是旧科技 很多外资涌入去买隔力 买到爆标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产品 在市场受到欢迎 质量有保证 因为它做得好一些 用了新科技 也因此 它们的股价可以维持得好 而我们目前投资者 所需要考虑的 就是这类的新科技 应用在旧科技的製造业上面 这些是可以比较是长稳长有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新科技股的话 很尖端的新科技 大家需要有个戒心 这些这样的 不是用7纳米 5纳米 用14纳米都不用的 用28纳米 36毫米都可以的 这些新科技 才是中国在未来 去到2035年的重点发展之所在 所以你问我 新科技行不行 新科技一定行 不过 新科技又行不行 我又回答你 新科技不行 因为有些是不行 有些是不行 那怎么办呢 你要对行业要去认识 新科技的第二件事 就是教育 新科技的另一件事 就是牛奶 新科技的另一件事 就是医药 当然我刚才说的是汽车 就算是在家居保安 物业管理上面 都可以用到新科技 这类将会是 由多而是 带来比较长远的盈利基础 因此这类实用性的新科技 是很好的 不只是打机 好了 看看恒生指数的周线图 很简单 还在这个顶位 滚来滚去 日线图 开始见分晓了 滚回来 保力加通道的 是上足的 是下面 这个是放大了的 大家看到 那接着 如果它真正滚回来 会怎样呢 那就会这样 来这些 吉利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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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都会有一号利好消息 刺激 刺激 刺激劲呢 都是 上下去 又回来 因为 始终还不是回归A股 那回归A股 神话呢 越迟 就是越是 没有力度支持的 那吉利今天都会回调 会调多少呢 我自己觉得 可能会试回去 这个是19元 19元左右 以致 会觉得 在周线图上面的 是会下回去 又不会下回去 11元的 那下回去哪里呢 那这个 上东道就是13元 对不起 上东道这个应该是做错了的 那它下回来的时之中 我们找得到它呢 就会是去试回这个图才对的 上东道是11元 来到可以来回是17元的 所以这个呢 是需要留意 比亚迪股份 同一样东西 比亚迪股份呢 我在这个的是 9月30日呢 评论过它 当时它的价格呢 就在119元左右 120元左右 我当时我估计呢 就是可以 去到大指向 160 那附近的 那当然就不止了 升穿了啦 升穿了之后 现在又回来什麽呢 你又好估不到 了 现在的现价就是175个多 那我估计它会回来 下来 160啊 或者150啊 那些水平 然后在这里再整固 那整固之后 那接着我会看的什麽呢 短期阻力就是180元 目标 我觉得它落到150元 来到这个市 找个支持的 150元不是很多的 都是保力加通道的 是终足到的 然后再跟着呢 才再向上回升 一只股票呢 是叫做工业教育 这些股票呢 教育股 部份 是真真正正可以做好的 中国的市场 真的很大 真部份教育股呢 是骗人的 那骗是什麽呢 不一定是骗投资者 是骗交费的人 因此而对很多的教育股呢 上市教育股呢 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封业教育也是 去到高位之后 就一直下来 这个是地板 这里 你看到的 天花板下地板 又去天花板 又去地板 那接着之后会怎样呢 会不会上回天花板呢 是有机会的 日线图上面 几好 一棍抽上去 不过抽上多少呢 我估计都是来到这些位置 那即是说 我估计 它上面可以见到两个半 2至3元左右 支弹指示位就是2.1 两个是什麽呢 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如果跌穿了中族的话 在这里上面 摸了天花板 下来藏板 那接着你就要去地板了 另一个呢 是诚实外教育 今天 很多教育板块 整体都会上升 那些很简单 又是说轮动作用 轮动作用 也是见得到 来到这个地板之后 就上去床板了 那 日线图上面呢 就更加穿了天花板 那天花天花板 要上面看多少 不看3元左右 就是这个范围了 这一点 如果你需要去买的话 没有问题的 我估计 都还有少少水位上去 那大家应该可以有兴趣去考虑一下 澳邮 是做乳液的 刚才我都讲过 中国的乳液开始是科技化 因此澳邮 乳液呢 它都有几样东西 第一它做铃铛奶 第二 它要在外面 收购其他好的优质品牌 这一样东西 如果做到的话 是得如此的 是对于中国的奶液 是很大的贡献 在这里 停下来地板之后 反弹去到床板上不了床 就跌下来 再更加低一层的是地板 现在很明显又想上弹回来 日线图上面 是见到比较有好少少的 是升上去的姿势 当然今天的高位 就是很大的阻力 就是这个大约11个半左右的位置 现在它是10个8 上面呢 可以跌下的 我就跌下12元左右 12元左右 大约是中族位高一点 即是有些外资行 已经给它去到20元 为什么外资行给到20元这么高呢 我不知道 不过从我来说 你去20元的话 先去12元吧 如果我在这个11元左右 附近这里买 再跟着上到12元 我都已经有10% 澳优这个股票是可以这样的 买了之后 就当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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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等止蚀位 等低跌 去10元0.04 10元0.04 在哪里呢 就应该差不多来到这些低位 这些低位 还有这个之前一天的低位 因为如果真的做好的话 这几天应该慢慢上升 假如如果真的升穿12元怎么样呢 我就觉得不用走 你另外把指站位推上去 你推上去的指站位是多少呢 你11元买的 就当虚了11元就可以了 就是你打个和本 那你就拼什么呢 就拼它真正呢 很多的大行估中 它去20元 11元去20元 这个是不少的升幅 时间多久呢 据大行估计 你让它去到明年 明年到的话 去到今年年底到 或者明年的第一季到 有10%的回报 都可以好的 接着有一只叫做华领医药 华领医药 从技术上面来看 它已经试了两个顶 接着就落到周线图上面 就落到通道底了 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看到它 是和之前的低位 这个整固位 是一个差不多成一台阶 因此它今天有回弹 是可以估得到的 在日线图上面 它已经升穿了三排两活 升穿了保利加通道的 是上通道顶 升穿了之后 它会怎么做呢 当然了 可能会是回调一下 差亦都可以 是继续涌上去少少的 现在它今天是5元 我估计它是有机会 涌一涌上去 去到多少呢 去到大约5个半岛 以至去6元的 即是这里有10% 以至去到差不多成20%的考虑 又不需要太急于买这些股票等等 看它会不会下回4.6元 或者4.5元可以买到 如果真的再跌下去的话 就要止蝕了 上面就是望它可以去到5.5至6元左右 好了 恒生指数 今天 是一个很苦悶的格局 昨天我说了 要留心恒生指数 美市会不会脱拖 那结果是 今天也都一样 我估计 今天的美市 都是脱拖的 若然脱拖的话 这个在日线图上面 恒生指数 或者期指 回下的趋势 是会比较明显了 明天回来 就可能会有很多人 都是血流成河 因为前两天 升到这么虚虚陷陷 但是港股都是跟不上 其实大家就要有个心理准备 现在说是没用的 如果大家听回前两天 我看法都是说 要小心 因为 不只是一个 只是说 由波及股市出来 买回旧经济股 这么简单的故事 大户 若然是给大家知道 这么简单的话 它就不是大户 大户的东西就是 你看见的 并不是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做的 是你看不见的 这才叫大户 多谢大家